这个家伙太缺德了,开着奔驰去偷东西,偷了老年人想不开 服毒自杀了 太坏了这家伙 我们看看这事发哪里啊 95后女子开奔驰盗窃孤寡老人,致其想不开服毒自杀 法院判刑6年罚款8万 2022年10月24日 11月7日,被告人陈某某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分别来到瑞昌市的三个村子 以溜门入室的方式盗窃现金12000 贾家现金12000,乙家现金45000 我天啊,这都这么有钱啊 丙家现金5000,丁家现金17500 乙家发现自己啊,现金被盗,一时想不开 在家中喝农药自杀 建经医院抢救,无效死亡 他家被盗窃了45000元 经查明,四位被害人,年龄均在70岁以上 而这个盗窃人,曾在2014年和2019年 先后因为犯过盗窃罪,被判处过四个月 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瑞昌,这个瑞昌是不是江西啊 瑞昌法院经审理判定其犯有盗窃罪 有期徒刑六年,罚金八万 有没有倒是倒霉吗?你说,哎呀 也不要想不开呀 这个盗窃太害人了,盼得有点轻 盼他无期徒刑 把老人的死要算在他身上啊